一開始今天放假放太久 很多話要說 我們趕快進入今天第一題 今天題目非常的豐富 要趕一下課 是不是很扯 蔡政府只會罵 第一題我們就用一個建設性的 來做一個開場 這題我知道也是吵了兩三天了 對不對 當然政府的表現大家覺得很離譜 而且說實話 還是民間先發現 我們的政府又反應慢半拍 問他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就是一招就罵罵罵罵 罵能夠解決問題的話 我們每個人就去當政府 不就好了嗎 所以今天第一題 我們決定用一個建設性的東西 來開場 也就是說 在被禁的上千家當中 有大概兩成五 左右幾百家的廠商 你看到沒有 靠自救 也通過了註冊 是不是 不是說大陸很刁難嗎 不是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嗎 不是說這是歧視台灣嗎 那請問一下 這幾百家的也是台灣廠商 為什麼人家可以過 但是其他不能過 然後你看看日本怎麼做 日本政府多積極幫助他們的廠商 好 為什麼被禁呢 大陸海關總署的原因是說 註冊的訊息不完整 12月8號的時候禁掉了五載魚馬 水產品加工類 到12月9號隔天又增了台灣啤酒 金門高粱 金門戈馬藍威士忌 黑松沙士等等 當然就炸鍋了 範圍品項越來越大 然後相關人等就開始講話 包括衛福部次長王必勝也開始說 大陸推薦2400多間廠商當中 有超過1800家的業者 沒有意願提出補件 其實我還蠻好奇 因為我光看到這個數字 我就在想你是2400多家 你有移一去調查嗎 有嗎 在8號 9號到今天是12號 這幾天當中 你真的發下了問卷 一個一個打電話去調查 得出的是1800家整數嗎 是這樣嗎 你的消息來源到底是哪裡 但是所以你看網友怎麼說 今天這題網路上也很熱烈 網路有說 一下突襲一下資源 風向很亂 廠商之後會不會說 我看電視才知道 原來我不註冊 誰要幫我發表消息 誰說我是無意願提出不見呢 1800家有錢賺不賺 樓下你信嗎 對不對 這跟我想的一模一樣啊 但是他提出了具體的數字 然後另一頭呢 我們看到三立媒體報導 說什麼呢 說因為中國大陸要求 交出鳳梨酥的配比啊 還有公司的廠房多大等等 你知道加德高炳 台北的這個加德鳳梨酥 路客超愛 以前大家都幾箱幾箱的寄回大陸 據說加德是擔心配方外流 所以放棄補件 這個東西呢 就呼應了王必勝的說法 對不對 因為你大陸的要求太過分 要我交出這個商業機密 所以我當然不不見啊 我寧可放棄啊 放棄市場在所不息啊 這是我的機密啊 但真的是如此嗎 我很想跟加德說 說實在 我有時候會去買他的鳳梨酥 下次看到老闆跟老闆說 你表哥可不可以拿出來借我看一下 我很想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配方外流 是真的還是假的 另外就要跟大家講 有2成5的廠商已經註冊過關了 你看到沒有 包括什麼 包括奇美 魏丹 逸林 逸峰 魏全等等 那業者透露呢 要通過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就像考試一樣 你寫深論題 只要按照SOP 把所有表格填寫清楚 而且寫得越詳細 越容易過關 我馬上要進廣告 但我先請建大使簡單談一下 那這些廠商就沒有商業機密嗎 就沒有配方機密嗎 很多人是做食品的啊 你怎麼看待這些算不算是假新聞 那個所謂配方外流 那絕對假新聞 對 因為很多安全的檢查 食品安全檢查 你都要把配方 配方都要交出來 有些配方 你看我們買那些飲料啊 配方都寫在那個標籤上 對 成分 成分一定要標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簡直是 簡直是 我覺得簡直太沒有常識了 這樣子 絕對假新聞 另外這件事 事實上的話 我們 我看紀錄 我們一共提交 台灣廠商一共提交了 3232件的申請案件 那事實上有792件已經合格了 那現在沒有合格的 就是說 為什麼會 它現在是被暫停輸出 那它補件完成就可以了 那當然有些廠商 他可能就是說他先去登記一下 他本來也沒有說有大量的出口的 所以可能有些廠家就覺得太麻煩 就不申請了 不過我是覺得 我覺得王必勝講這種話 真的蠻阿Q的啦 蠻阿Q的 那如果說大家都 大家都不是這麼重視這個登記的話 也無所謂的話 60億 80億台幣的這個外銷 都不重視的話 那你們幹嘛 這個大張旗鼓 王必勝也出來講話 這個連蘇貞昌也講話 這個王美華也出來講話 既然可有可無 你們幹嘛大撞旗鼓 這個註冊當然 這個註冊訊息不完整嘛 他的理由告訴你 大陸海關總署說 註冊的訊息不完整 那當然啦 我們稍後來看 我們的所有民進黨的官員 意思就是 不是這個意思啊 不是註冊訊息不完整 他就是一個歧視 就是一個打壓 等等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就可以呢 而且業者透露 這個業者不透露名字 我覺得也還蠻特別 可能會擔心對不對 他站在政治不正確的那一方 但他的確是過啦 他告訴大家 就像考試寫生論題嘛 寫生論題有的人寫的好 有的人寫的不好 寫的好的話就過 你寫的不好 或是你不去寫 當然就不過啊 但是介大使 你剛剛講了一下 這個民進黨籍政治人物 怎麼定調這個事情呢 其實還是一個仇恨值出發 對不對 蔡英文又被突襲了 被突襲 這個答案很不可思議 事實上這個訊息是民間先透露嘛 就政府後知後覺 網友說 這時候呢 你又不抗中保台了 你好雙標 怎麼會是突襲呢 中國不是很早就有發佈規定嗎 那蘇貞昌接著說 中國大陸違背了WTO規範 希望國人知道 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 然後王美華也開始了 中國的註冊制度呢 對台灣有特別的歧視待遇 有歧視待遇 所以你怎麼看待啊 我的意思說 我們的標題 這句話很重要 只會罵啊 這個事情從8號到現在為止 好幾天了 除了罵之外 我沒有看到提出什麼 具體的一些做法 這個我先講結論 就是完全行政怠惰 而且很多消息啊 又跟那次圍台公演一樣 很多事情都是日本人講出來 現在日本的農林水產省 他這邊很多訊息都出來了 那我們就不曉得 我們主管單位 譬如說農委會 跟這個衛福部 他們在做什麼 他是相關主管單位 因為這個案件 牽涉到在國際貿易法 我們叫好防疫檢疫的規定 這英文叫SPS 這一種SPS啊 他怕你用防疫檢疫變成一種 所謂的 技術性貿易障礙 所以他有一個規定 你如果有新的相關的法令規定的話 你一定要提前向WTO通知 那保持這個透明度 現在日本那邊記錄就寫得很清楚啊 他說中國大陸在2020年的11月 也就是前年的11月 就已經通知WTO了 我在WTO做過三年半 我們這種案子只要有這種 我們一定要報回台灣的 就是說你各會員國 只要有這種通告法令 相關法令的更改的新法令 或者法令修訂 他一定會向WTO稱 那我們這時候要報回來 報回來主管機關 他就要自己要注意 而且有的時候主管機關 如果盡責的話 他自己在國內他主管的單位 主管的科長 或者說那個處 他自己每天就要上WTO網站去查 所以我們政府根本不作為嗎 我們政府沒有作為啊 所以現在說又被突襲了 這句話就是胡扯 而且這一件事情 基本上不是針對台灣制定的 大陸上這整個規定 是對所有WTO會員一體適用 那你今天你說他有歧視的話 你有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一百七十 我現在不曉得現在WTO 有一百七八十個會員國沒有一個國家出來 那這個 這個農委會的那個陳其中更無知 你知道他講 他說大陸自創註冊制度 這個那你說大陸的食品進口商註冊 如果不是他自創的話 他會交給日本人去制定嗎 對啊 他當然是自創了 那我們農委會不是有很多很多法令規定 那就要自創嗎 你本來你是輸入國你就 WTO規定你就有權制定 這一些防疫解疫的標準 可是有兩個標準 有兩個WTO只有SPS這個法規 就短短幾行制 也就是國際法 貿易法規定就是你要兩個標準 第一個你要有科學依據 第二個你要怎麼樣 如果有國際標準的話 你要從國際標準 你要比國際標準嚴你一定要拿國你要拿科學依據 那中國大陸這個法令基本上 他是要加強對進口食品的食品安全的茶葉 那他現在就採用事先登記制 那就是說你要輸什麼 你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對農產品 食品業我們常常有一個很重要觀念 就要把產品履歷講出來 就你這個肉的話 你從他生產鏈 這個產品鏈你就要把它講清楚 然後呢還有你這個食品本身的 本身的成分的分析報告 那這種分析報告 應該你國內的我們相關主管單位的檢驗室 應該都要配合 另外方面呢也有一些民營的國際做標準 做你這種就說產品驗證 像瑞士就有一個很大的公司 他有公信力的 你只好幫你做 做出來你拿他的證明 很多國家的主管單位就會認證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本上 你先去註冊 我要輸什麼東西 那大陸他先給你一個 你註冊以後 我就給你一個輸入 大陸的一個許可 那你這個登記你沒有過的話 他就不讓你輸入了 那事實上我們有 我們已經有三千多家去申請了 三千多家去申請也過了792件 那這個中間你不能說大陸說全部就是一個政治性的 他怎麼做政治性的一個衰選 我就不太清楚 然後我覺得他動不動就說人家違反WTO規定 那你要明確講違反哪一條規定 那又講不出來 那你說歧視 我看我看這個這個 蔡英文政府講了說 第一個說這個申請的deadline 我們比人家少一年 那你這個要拿規定出來啊 那第二個他說我們的申請人 只能用紙本申請 不能夠線上申請 那我覺得也要拿出證據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把申請了 會把我們的處方的機密 會洩漏給對方 那請把大陸那個申請的表格拿出來 你覺得是哪一項 你必須要填寫 會把你的業務機密 把洩漏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很好查 非常好查的 那這件事為什麼我們業者很不滿 因為日本的農林隨產省做得非常好 大陸是去年4月依法令議公佈以後 日本的農林隨產省 就把整個大陸的整個這一個登記的過程 法令的規定怎麼樣申請 洋洋灑灑的 對 今天是講得太好 這次我覺得還好 還好感謝有個日本對照組 每次都靠日本 對 日本對照組 這一筆對大家就很清楚 因為我們看到 包括這個蔡英文也已將 包括這些官員他們講的話 聽起來有道理 某一聽覺得大陸很過分 但事實上證據在哪裡 不能空口說白話 然後對照組就出來了 就是日本 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頭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